下拉刷新页面可以在后段副接口里面得到最新的数据 在小程序的app.json文件里面我们可以去启用下拉刷新功能 在window这里我们可以把enable pulldown refresh设置成true 再回到首页的注逻辑文件 下拉刷新的时候会触发执行unpulldown refresh这个方法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在它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wxrequest去请求新的内容 直接我们可以复制一下unload这个方法里面的wxrequest 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再稍微地去做一点修改 在请求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stoppulldownrefresh这个接口 它会立即地停止下拉刷新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注意现在这里面显示的第一个内容是腾王格序 然后我们可以在wordpress的管理后台打开这个文章列表 找到腾王格序这个内容去修改一下它的发布状态 设置成草稿再更新一下 回到开发者工具下拉刷新一下页面 页面重新显示以后 那么现在第一显示的内容就是草鬼论战 再回到网站的内容管理后台 把这个腾王格序的状态再改成一发布 然后再更新一下 回到开发者工具 再下拉刷新一下页面 这回排在第一的内容又变成了腾王格序 再次进行